感恩 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沙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二世慈父 卢俊宏台长 我自己的业障 我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想请师父帮我看图团 我是九三年 属居 居 属什么属居啊 九三年 属居 你自己是吧 看我的精神状况 忧郁症 是的 我有重度 严重的 我刚刚话还没讲出来 严重 忧郁症 恐惧症 强迫症都有 对 师父说的对 重度 强迫症 忧郁症都有 你身上有两个灵性 对 上次师父给我看图团也是两个 看见了吗 师父 我想请问 这是我前世的业战导致 还是主上 还是自身的心魔导致 都有 上辈子 主要是上辈子 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 坏事做坏事 还做什么坏事啊 数什么的啦 1993年 书记 感情 骗人家感情 上面只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呀 男的 男的 好 你自己不感觉你是男的啊 对 就是 对 男人的特性 你都有 对 女人的特性你也有 对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啊 你要记住了 这两个人死盯着你啊 对 非常不好 他们会经常在你身上 让你自言自语的 对 对 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 很痛苦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每天晚上过来 听得懂了啊 嗯 我告诉你 他们在你身上讲话 做坏事 会 我脑海里会有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音念 现在知道了不啦 这就是灵性在你身上 这还不懂啊 嗯 你自己赶快念了 小房子念几张了啦 小房子目前已经画了大概800张左右 我自己本身念的有160张左右 其他的谁帮你念的啦 同修 嗯 慢高的 收到700张了 收到700张 上次呢 我梦到 一个月前 我梦到师父说 有收到600张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真的 很准 太准了 啊 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自己念最好 佛有帮忙念也很好 嗯 听得懂吗 什么法师 跑出来念小房子 什么 一天可以寄出来几百张 他跟你们一样啊 你们能念几张 他也能几张啊 他几百张怎么出来的啊 嗯 好 你不死了 就是你上辈子的业障 明白了吗 我忏悔我上辈子对他们的伤害 对不起 真的很痛苦 痛苦 对不起 不能造业 对 所以你这辈子就不要再造业了 对 忏悔对不起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你也造过一次业 听不懂啊 对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对 对 对 我错了 我忏悔对不起 那些人就叫什么 请问这个官 你真正的官是二十八岁记住了 那个官是二十八岁几月 七八月份 你这个官过了你就可以活很长 你现在不会死的 明年还能见你 因为师父 第一个图腾说 那个领事会把我拉走 拉不走 因为你现在念小房子 他拉不走 他想把你拉走 因为你在念小房子放生 对 你为什么不许愿啊 我已经许愿吃全寿很多年了 还有呢 许愿先生说法 许愿生了不啦 说法了不啦 好了 好了会现身说法 不好就不现身说法啦 好一点点就要讲的呀 好 就是念小房子才能站在这里 他们而且 他们在破你的像你知道吗 他们每天晚上要抓你的脸啊 对 我的脸很痒 所以你的脸痒得不得了啊 对对 师父说的都对 我的脸会脱皮 会红肿 会痒 会痒 我告诉你 天天地拉你的脸啊 对对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晚上 我告诉你啊 就是拉你的脸皮啊 我告诉你 你们做这种事情的人就是 没皮没脸 他就搞你的脸皮 忏悔 对不起 好好的努力了 自己好好的努力了 像男人一样的他 脾气 脾气急得不得了 坏得不得了 你过去 你过去跟你爸爸妈妈也不好啊 真的懂吗 对 整天发脾气给他们闹 逃在鬼啊 你是 我忏悔 对不起 后面是你妈 好像年纪很轻不像妈妈 童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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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下去啊 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想看一下我小房子的质量 念经的质量如何 几几年的质量 九三年 嗯 还不错 蛮好的 干 师傅 我想请求 你们家不大嘛 家不是太大嘛 嗯 东西放了不要太乱好吧 尤其是窗户下面 有个沙发 对 窗户上面有个沙发 我的 随便到你家去看了一下 一看 听得懂吗 看师傅 啊 佛台倒蛮好 啊 佛台有接 呃 油灯有接电话 有 不知道来过 有 你们家隔壁有人 好像养了个小宠物一样的东西 有 对我左边的隔壁之前有养了狗 古早 少跟狗去接触 好 听得懂吗 嗯 我讲给你听 你这狗你会很喜欢它的 因为它跟你前世有缘分 所以你不要去抱它 我之前是非常喜欢狗 师傅说的都对 好了 一切的一切 人生的一切全是缘分 今天能够到你身边来的 都是你上辈子的缘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呢 请师傅看我的肠胃 哦 小肠不好 小肠 啊 肚脐肚脐眼这个地方 经常结实 一次冷的肠胃就痛 对 啊 还有便秘 关节也不好 我会一直把肚子和便秘交替 看见了吗 还有抽筋 对 经常睡觉会抽筋 对 想请问肠胃是灵性病 还是肉体病 有 有灵性病 是小灵性吗 对 小灵性 赶快 多吃一点香 那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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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沙养胃完 然后还要每天念 七十八遍 往生咒 连续念三个月 再捡到 五十九遍 好 感恩师父 好吗 好 还有问啊 我想在这里忏悔我自己之前的功告我慢 然后呢 在学生灵法门之前呢 也是要恶口造业 恶口诽谤其他的宗教与法门 再次参会 你最早的时候还诽谤过心灵法门 跟你讲的时候 你都要当心的 听得懂吗 记住任何一个人不学可以 不要去讲人家不好 我们心灵法门学佛的人 记住永远不要去说人家法门不好 自己好好地做 做出榜样出来就可以了 不要去说人家不好 我忏悔 对不起 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 谢谢了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就能管道灵感 观世音菩萨 你记住了 等到你这个观好了 等到你这个病好了之后 你讲话也会好的 你现在脑部神经受影响 所以你讲话咬字不准 听得懂吗 对我有点口痴 口痴 不是口痴啊 脑不灵啊 所以人家说 脑洞啊 大开啊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感恩师傅 好了下去吧 感恩大家 感恩 lungs 明天 床